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则心 少则德 多则祸 是以圣人报义 为天下事 不自献 故明 不自事 故章 不自罚 故有功 不自谨 故长 富威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古之所谓趋则权者 其虚言哉 成权而归之 这段话呢 也是讲大道的逆动性的特点 正因为委屈才能够成权 正因为弯曲才能够取直 正因为有低洼才能够灌满水 有句现代话说呢 就是旧的不去 信的不来 委屈才能求全 所以呢 这段话呢 就是让人做人啊 要有一定的忍耐度 小不忍 则乱大谋 正因为委屈自己 不自以为是 不自己夸自己 不觉得自己了不起 所以呢 天下莫能与之争 所以这个思想呢 我想呢 在这个 做人方面是有借鉴意义的 实际上现在很多人炒股 股市的走势也是这个特点 大家都认为啊 股价将进一步看涨 那么股价可能就不涨了 跌势可能会慢慢地形成 而大家呢 对股价走势一致看单的时候 股价反而有可能会逐步回升 股价的升与跌 也是一个相互转化 这样一个过程 升的结果就是跌 跌又为升 做好了准备 所以呢 人们在股市面前啊 要有好的心态 该委屈求全的时候 一定要沉住气 等待新的曙光的到来 在上海呢 有一个人啊 炒股 看到股市呢 跌下来 觉得损失了不少钱 当晚呢 心里受不了就跳楼了 结果呢 第二天股市又涨回来了 可是呢 已经来不及了 可见呢 不懂点道德经 炒股也炒不好 这个生活当中经常说 小不仁 则乱大谋 韩信 忍辱胯下 成就了一世的功名 中国先前当中的顺 更是委屈求全 剑行孝道的典范 也就是说 大道的逆动性的特点 用在做人方面 就是能够忍住当下的逆境 据说呢 大顺的父亲啊 和他母亲和他弟弟 对他都非常不好 大顺呢 虽然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 但他还是尽孝道 孝孙父母 有爱弟弟 当时呢 大顺的后弟与后母 想把他害死 有一天呢 叫他去收拾古仓 等他进去这个仓房之后 这个他这个后弟弟啊 立刻点火 燃烧仓房 整个仓房啊 火势凶猛 他以为呢 把顺烧死了 就回去家里 心生安息 但不久呢 顺也睡回来了 他这个弟弟啊 就非常惊讶地问 你去收拾仓房 怎么没被烧死呢 顺说 我眼见火起了 就拿了两个草帽 从仓房上面跳出来 所以也没有摔伤 也没有烧着 于是这件事啊 就这么过去了 又有一次呢 顺去逃井 他们又想把顺害死 当顺下井之后啊 他们三个人啊 就用一个大石头 把井口给堵住了 他们以为呢 这会儿顺一定会死掉的 可是偏偏井旁有一个窟窿 所以呢 顺得以从井旁的地道爬了出来 有人说呢 这地道是有只白狐狸钻出来的 所以呢 把顺给救出来了 当时他的弟弟以为顺已经死了 就要和他的父母分家 他说 牛羊给父母 仓房里的粮食也分给父母 我不需要 可是顺的五旋琴 笛子 炼武用的干戈 我都要 顺的两位妻子 我也要 这个顺的两位太太呢 一个是鹅黄 一个是女婴 都是姚的女儿 这个姚呢 特意把两个女儿 许配给了顺 他弟弟说完之后呢 就到了顺的房间去了 可是一看 却见到顺啊 就坐在床上好好的 他弟弟吓坏了 因为顺的冤魂不散 回家来了 但顺却开口安慰他 叫他不用害怕 当时呢 在姚顺期间 人心呢 就是这样叵测 但是顺呢 却能够刻尽孝道 所以老子的第十八章里面说 六亲不和 有孝词 国家昏乱 有忠诚 在国家平安的时候 就是有忠诚 也显现不出来 但是在国家昏乱的时候 哪个是忠诚 哪个是奸臣 就可以很容易辨别出来 比如南宋的时候 国家非常混乱 奸臣秦桧 把岳飞害死 岳飞流芳千古 而秦桧 则遗臭万年 流芳千古 与遗臭万年 都是明 但一个是好明 一个是坏明 又好比南宋的文天祥 在国家昏乱的时候 仍然忠诚于宋天子 始终保家卫国 总也不投降 这也是一位忠臣 所以他后来写出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 赵汉清的千古名句 所以道德经书 国家昏乱 国家有忠臣 国家混乱了 才能显现出忠臣来 这也是大道 逆动性的特点的一个反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